豬排定食 炸蝦丼饭 味噌汤 统统化身成爆枕 还有最拟真的 房间里怎么会有整排食物柜 但这可不是日式餐厅 而是饭店推出的主题联名房 还蛮酷的 住了可能会想吃东西吧 那越住越饿吗 有可能 联名房白白肿 但布置成餐厅倒是少见 特色联名还有这间 绿白色logo加上手指标示 你我都不陌生 日式杂货馆也来凑一咖 这是台北格拉斯利饭店 看准联名商机推特色房 暑假加上悠游国旅 整体住房提升两倍 拼联名房还有这间饭店 角落小生物的粉丝们就要疯狂了 因为整楼层都有不同的主题之外 像是这一间就是以乐高 打造成新的样式 吸引民众来住宿 超大乐高随你玩 还有角落小生物 迷你高尔夫球池等 整层楼供时间游戏房 入住就能免费玩整天 让住客们沉浸在梦幻魔法泡泡氛围 其实蛮喜欢的 想说趁着暑假 最后带她来玩一下这样 刚好暑假搭配国旅 对国旅的补助 然后就是带她 给她一个惊喜 人流回升的话 大概两到三成 其实蛮多的 那主要刚刚提到的国旅补助 再加上暑假这一波 还有台北文华东方酒店 这次也抢国内亲子市场 和三立欧合作 打造大耳狗洗拿住房专案 送限定专属礼品以外 每晚要价一万三千元 联名房吸引住客 还有交通部推动的 悠游国旅计划 将在两周后结束 但截至目前 自由行政薪 已经不住一百三十四多万房 相当于总额近百分之七十九 九月八号就要截止 享用国旅优惠的民众 可得加紧脚步 TV新闻余晓阳 张卫先 台报道